女人正在睡觉 忽然被窗外的暴风雪惊醒 急忙下来去检查房门 可是一阵阵痛突然起来 她一下将奶瓶打翻在地 而后阵痛越来越强烈 她大声地喘着气 不停地发出声音 她试图找个舒服的姿势 可是在生理上的剧痛面前 这一切都是徒劳 女人的冷汗不住地冒了下来 而后她想起什么 忍着剧痛给医生打去电话 可是当医生得知她将生产 立马意识到这不对劲 可是信号却被暴风雪影响 在呲呲啦啦的声音中突然断线了 没办法的女人只能一边忍着剧痛 一边打给了911 可是暴风雪的影响太强烈 对面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女人急忙对着她们不断重复 我可能要生了 我需要救护人员 可是电话却再次在呲呲啦啦声中断线 女人不由大骂 可这时女人却听到自己身下传来声音 她低头查看 原来是羊水破了 于是女人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势 她明白自己没有时间拖延了 在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的情况下 她试图自救 女人奋力地把身体靠在墙壁上 而后不断喘着粗气用力 她要自己把孩子生下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剧烈的疼痛导致她的面部都扭去了 终于 女人用手接住了一个小婴儿 慢慢将婴儿拉出来 女人终于松下一口气 突然地放松却让她再也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她又哭又笑地喊着婴儿宝贝 而后一步步地挪动过去另一边 她的目标是剪刀 一刀剪断了臍带 在恢复了一些体力后 女人小心翼翼地把婴儿放进婴儿车 可是当她转身喝完水 却忽然听到卧室的脚步手 她急忙去查看 却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 女人惊慌失措地试图寻找到自己的孩子 她焦急地在房间里喊着宝贝 可是忽然她愣住了 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出现在她的面前 就这么冲着她笑了起来 可这诡异的萤幕却把女人吓到不知所措 男孩冲到她面前一把抱住 而后围着桌子奔跑 女人却一把抓住跟自己玩捉迷藏的男孩 而后女人一边说着 他们说过不会这样的 一边走到桌子前 她准备打电话联系医生 可是男孩却一口咬到她身上 而后趁女人吃痛跑开 女人赶快联系医生 而此时电话突然断线 女人再次喊着男孩的名字寻找 可是忽然 她看到男孩举着刀 女人试图摆出母亲的微型压住男孩 可是男孩却说 原来她听到了一切 她说我这是保护自己 我怕你伤害我 女人想去抱她 却被男孩躲开 她试图把刀抢回来 可是却失败了 而此时电话忽然响起语音留言提示 女人试图去接听 她想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 可是没想到 背后的男孩瞬间举刀威胁女人去做饭 她说自己饿了 可是就在女人做饭时 男孩居然又长大了 当女人把一顿饭做好 男孩已经变成了12岁的样子 女人趁机收起男孩的刀 男孩却说饭菜味道很不错 女人把刀放在背后 看着挂着的每张正常的检测单 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已经弄得清楚了 而后她的嘴角撇起 拿刀的手也止不住地紧了紧 正当她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 敲门声响起 女人比划着惊声的手势就连忙过去 当她打开猫眼 却发现对面是个佛伯乐 原来是接线员听到了女人的痛苦尖叫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还是根据电话找到这里 女人回头 却看到男孩已经长到了15岁的样子 她再次愣了下 而后告知对面 我家没事发生 当对面询问那你为什么要抱着 女人却摇着头说抱歉 我儿子在家 而后佛伯乐要求和他的儿子说两句 女人看了看长大的男孩说 女人再次强调我们没事 随后不顾对面的问话 直接关掉了猫眼 男孩上前询问 外面说我怎么了 女人看着自己忽然18岁的儿子 愣了一下 而后女人说 唯事宝贝 你很完美 你看懂了吗